炸鱼排是一道经典的美食 不论是当主餐或是小点心都非常适合 而今天要介绍的是超简单的热油浸炸鱼排 只需要三个步骤就能轻松做出美味的鱼排 材料 鱼排两片 面粉适量 盐适量 胡椒粉适量 油适量 步骤 一将鱼排切成适当大小 用厨房纸巾擦前并在表面撒上适量的盐和胡椒粉 均匀涂抹面粉 二热锅倒入适量的油 约170摄氏度至180摄氏度炸锅 待油热后放入鱼排 用中火炸三分钟左右 至鱼肉变色 鱼排外层微黄 三 用锅铲或漏勺捞起炸好的鱼排 放在厨房纸巾上吸掉多余的油分 即可上桌享用 热油浸炸鱼排的秘诀就是不要过度炸 否则鱼排会变得太硬且油腻 同时 如果想要增加鱼排的口感 也可以在面粉中加入一些调味料 例如蒜末 香菜粉 前灶橄榄等 使其更具风味 简单易行的热油浸炸鱼排 不仅适合单身人士 家庭主妇 上班族 也是小孩子喜爱的美食之一 加上适当的配菜 调味 这道简单的鱼排就能成为一道美味又营养的餐点 好 感谢观看